俄罗斯派出最新导弹舰进入地中海。北约对它极为头疼。 俄罗斯海军21631型小型导弹舰进入地中海。 叙利亚战争开始之初,俄罗斯对于局势发展就充满了警惕,重新组建了海军地中海战役集群,执行维护俄罗斯在地中海区域权力的任务。 舰队由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轮流派出舰艇组成,北方舰队也曾经派出舰艇进入地中海,此前由黑海舰队派出量艘21631型小型导弹舰已经进入地中海,执行相关任务。 2015年这种舰艇曾经发射巡航导弹打击激进组织目标。 平级巡航导弹,这种小型护卫舰具备上千公里打击能力。 21631型小型导弹舰,虽然排水量只有1000吨,西方将其归纳进轻型护卫舰范畴,不过它的火力十分强大,配备有UKSK垂直发射系统,8个发射单元,可以配备8枚口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这样两艘21631型小型导弹舰可以发射16枚巡航的导弹,这个打击强度当然不能和博客机这样大型水面舰艇相比,不过仍然能够把地中海区域重要目标列入打击范围之内。 2015年俄罗斯海军离海舰队的21631型小型导弹舰就曾经发射口径巡航导弹打击叙利亚北部的激进组织目标。 外界注意到俄罗斯此次派遣21631型小型导弹舰进入地中海背景,是叙利亚政府军及盟军正在准备得拉攻势,将反政府武装从相关地区逐渐出去。 由于治理的反政府武装受到以色列和西方支持,所以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和作战行动肯定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因此俄罗斯派遣具备远程攻击能力的舰艇进入地中海,一来可以为叙利亚政府军提供远程火力打击支持,二来对于以色列来说也是一个威慑。 有消息说俄罗斯特种部队已经嵌入叙利亚政府军执行任务,他们为俄罗斯作战飞机,巡航导弹提供目标指标。 北约认为它可能会利用俄罗斯发达运河进行内核部署。 北约对于21631型小型导弹舰这种能力极为头疼,北约曾经认为受到中导条约限制,美国无法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而21631型小型导弹舰体积小,机动灵活,可以评级俄罗斯发达运河体系进行内核部署。 中导条约制限制陆基导弹系统,对于水基导弹系统没有做出限制,所以北约认为21631型小型导弹舰队位虽小,但是作战能力不容忽视,因此西方对俄罗斯禁运就包括21631型小型导弹舰的发动机。 根据相关资料,21631型早期舰艇采用了德国MTU公司的柴油发动机,不过俄罗斯已经向中国订购舰用柴油发动机替代德国产品,从而让21631型小型导弹舰的舰导能够继续下去。 从俄罗斯综合国际、经济技术水平来看,在短期之内建造大型水面舰艇显然不现实,因此俄罗斯海军已经决定水面舰艇发展计划。 以中小型水面舰艇为主,其中21631型小型导弹舰就占据重要位置。 未来俄罗斯海军几大舰队可能都会配备一定数量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作为近海防预作战能力的主力来运用。 俄罗斯海军水面舰艇近期可能会以这样小型导弹舰为主。 不过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看到,21631型小型导弹舰毕竟是一型轻型水面舰艇,内部空间、载荷都比较有限,尤其是防空能力薄弱。 如果没有空中掩护,面对美国海军航母编队几乎无还手之力,所以21631型小型导弹舰在地中海执行任务可能,还需要俄罗斯空军助续力量空军提供掩护,才能发挥应用作用。